设立福 若有人已发愿 经发愿 当发愿 欲生阿弥陀佛国者 是诸人等 皆得不退转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于彼国土 若已生 若今生 若当生 事故设立福 诸善男子 善女人 若有信者 应当发愿 生彼国土 前面是讲到信心 这个地方更进一步 在我们信心之外 又加上发愿 那这个功德又更大了 我们看发愿有什么功德 设立福 假设有人是已发愿 他以前就发愿要求生净土了 他来听这部阿弥陀经 只是加强他的愿望 或者说今发愿 他现在正式要发愿 当发愿 他现在还没有往生净土 他已经准备要发愿求生净土了 发愿干什么呢 预生阿弥陀佛国者 这样子 这些人都能够不退转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于彼国土 于彼国土这个地方很重要 这个彼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前面说你没发愿 但是你知道阿弥陀佛的名号很好 你一直念阿弥陀佛的圣号 但是你还没有决定要怨生西方净土中 你对娑婆世界还是有所贪恋的 但是你对阿弥陀佛的圣号是信心具足的 这样子你在娑婆世界打滚的时候 起码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射寿 但不保证往生 因为你没有愿力 但是当你有信心又有愿力的时候 你看他这个不退转又加一个与彼国土 那就是一种受生的力量 一种往生的力量出现 因为你有这个愿力吗 所以佛陀说 诸善男子 善女人 假设你已经具足了信心 接下来你要干什么呢 应当发愿 生彼国土 你应该开始要去设定你来生的目标 开始真实地立下你的愿望 关于这一点 发愿的功德 我们看副表第十五 看偶艺大师对这个发愿有什么开示 前面讲信心的功德 这个地方讲发愿的功德 这个地方有二段 先看第一段 问 今发愿但可云当生 何明今生 这个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 说我现在发愿求生净土 但是我的寿命还在 所以我应该说是临命中才往生 怎么说是今生呢 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净土法门的阴地 当然是信 愿 持明 它的果地功德 诸位知道是什么吗 有人问说 念佛真正的功德是什么 你说 我念佛的时候 本来身体有病痛 现在病痛好了 消业障 增福报 这个都不是真正的功德 诸位要知道 这个只是一个之末的功德 念佛真正的功德是临命中的时候 多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齐前 这是真正的功德 诸位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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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